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開講明的是我以前這一雙 KOMILET GK235 鈦合金競技場手套 那這雙手套呢是最近我在柏林所入手 它的入手價格非常的划算 只要3,990元 那之前呢在頻道中我跟大家開槍分享過 OKUMA的GCG108那雙競技場手套 那雙手套呢它的入手價格是3,800 不過呢最近我去納普斯看的時候 發現那雙手套的價格已經漲到4,000多元了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呢我看到柏林這雙 就是GK235啊它的價格其實非常的優惠 一個司機風就給它敗下去了 那這雙手套呢 它的主要的皮革材料啊 基本上是牛皮 然後再配上背面這個鈦合金的護塊 還有所有紫節的碳纖維護塊啊 它構成一個非常完整的防護 那這雙手套呢在經過這陣子的使用之後啊 其實它已經有點戴開了 通常這類型的長手套啊 你在使用的時候 都必須戴一段時間 然後把這個手套戴到合手 所以說你一開始戴的時候 這種手套啊你一開始戴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一些不舒適或是有點緊 這都是正常的 通常你在戴一段時間之後啊 它就會變得比較舒服比較好戴 它就會漸漸的合手 那這雙手套它在這邊 食指跟中指的部分啊 就常常你在按壓煞車或是離合器的 這兩隻手指頭啊 它都有做這個毛毛蟲的設計 就是讓你的這個布料有它的伸縮彈性 非常的貼心 那在無名指跟小指頭的部分呢 它則是做一個縫合在一起的設計 防止你在不小心發生意外的時候 因為扭轉 因為你在翻滾 而造成你的小指頭這邊外翻 然後骨折脫臼 它是一個很常見的防護裝置 那它不像Dennis 它是用一個就是戶塊 然後阻止你的小指頭外翻 它是用比較常見的 就是直接把無名指跟小指 縫合在一起的這種設計 那這就是它的背面採用的是鈦合金的護具 而且它還是做一個黑色的鈦合金處理 那在手掌部分 它還是做一個大面積的碳纖維護塊 並且搭配周邊的牛皮來做一個強化 那在側面的部分呢 它也是一個大面積的碳纖維護塊 而且這碳纖維護它的厚度做的還蠻厚實的 它背面有墊一些 就是類似緩衝電 然後讓你在保護性上面 緩衝性上面來得更好 那這種長手套啊 為什麼會購買長手套 基本上就是因為 你要把它藏進你的衣服 像是防摔衣 或是你的皮衣裡面啊 就是在這種長手套的時候 它就可以包住你的袖口 然後讓你的身體 就是基本上皮膚不會外露在裡面 在你發生 禁忌時的意外的時候啊 它可以保護你的每一寸皮膚 那對於我們這種日常使用的騎士而言呢 為什麼我們要買這種長手套 基本上就是 你在跑高架的時候 或是你在騎高速的時候啊 你的這個袖口部分 很容易灌封進去 如果你今天是用 短手套的話 所以說你今天跑高架 你如果是帶這種 經濟型的長手套 它可以包住你防摔衣的袖口 那基本上你在騎高架的時候 風不會從袖口灌入 騎成起來 你整個衣服就不會整個清飄飄的 戴起來就是 跟你的防摔衣做搭配的話 你在跑高架的時候啊 它的舒適性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說如果是有跨線式 或是跑高架旅途啊 基本上 我都是會選擇長手套出遊的 那這張長手套啊 它在整個布料的拼接上面 也是用一個立體剪裁的設計 所以說你在使用起來 它的整個合手性 基本上是非常不錯 只是你還是要適應一下 讓它的布料漸漸的合你的手 那再來就是啊 這張手套的固定方式比較特別 它的這條 手腕的綁帶啊 它從這邊一路延伸 然後跟你這邊 就是 後面的這個大綁帶 它是連成一線的 所以說你在 穿戴的時候 我是覺得這個設計不大好啦 就是你在穿戴的時候會有點不方便 首先呢你必須把這一塊給掀起來 然後呢先把這一塊綁進來 然後 你綁的時候啊 它又會牽 牽動到這一塊 所以說你在整個 綁手的時候啊 我是覺得 不會像之前的設計 這麼方便啦 所以說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舊款的設計 就是 它是 手腕這邊就單獨一條 然後後面這邊又是單獨一條設計 我是比較喜歡的 它現在這個新設計啊 我相對是沒那麼喜歡的 不過呢 既然它都已經這麼設計 那你沒辦法 那它在後面這邊的保護啊 除了這一塊碳纖維的護具之外啊 它在這一塊也是有做一個加厚的處理 然後上面還有印上 COMMINET的LOGO 在手背的部分 它在手背這一塊 它是用一個彈性布料處理 然後這邊在用 鈦合金的護具 所以說 它整個手它做了很多彈性的設計 所以你在騎乘的時候 不管是在握持油門 握持離合器 還是說你在競技取校的時候 你可能要做一個側掛的動作 你手腕會有活動的時候啊 這張手的話它都可以滿足你這樣的需求 它的活動性有點是相當的不錯的 那再來就它在布料上面 又做一些花紋的印刷 讓這張手看起來還是比較漂亮 然後比較有設計感的 在手掌部分 很可惜的就是它在這一邊啊 它沒有用上止滑布料 而是全部用防固性比較高的牛皮設計 那我是覺得它可以在牛皮上面再縫裕成止滑布料 讓你在整個吹油門 然後操作握把的時候 它的整個手感止滑性是更好的 那這張手套呢 目前使用而言呢 我是覺得 它的合手時間要比較久一點 像我的 Okuma的手套啊 還有之前用的SBK的手套 它合手時間會比較快 那這張手套可能就是你戴著它板型是比較緊的 它可能要一段時間才能合手 那這個部分大家可能就是要去注意一下 那再來就是在選購的時候我有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 它的手套 這雙GK235它的攻差是有點大的 一樣是L號 可是 這一雙L號跟那一雙L號戴起來的感覺又會不大一樣 那這張手套我建議大家都是實際去門司做選購 一定要試戴 因為它每一雙戴起來感覺都會有一點點差異 它會有一個攻差在 然後它每一雙手套的攻差是覺得稍微有一點大的 所以說各位去選購的時候 可以注意這一個部分 那整體而言呢用不到4000塊的價格買到這一雙 基本上是全牛皮 碳球員護具 跟 泰河街護具都具備的手套 我是覺得非常的划算 那這個價格也是非常有傻償力非常有CP值 所以說最近如果大家有購買這個長手套的需求 或是說你剛考到駕照剛買車 有這個需求的話 可以去一趟柏林 價格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那這個手套呢 之後也會常常在影片中出現 陪伴我到處遊玩 那這一次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